尊者大目尖灵 即阿弥陀经中 魔后目尖灵 魔后是凡语 凡成中国的意思就是大 魔后就是大的意思 目尖灵是心 以为 这个是墨建年 这句凡语 翻译成中国文 他的意思 赞颂 赞颂的意思 这个意思 平常说的少 二说呢 才说 来福根等 这个才是 凡文的本意 这是说他 这个族 这个族群的 名称的 来福 熟识 豆磊 来福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罗布 那么这个族 这个族 族群呢 我们就晓得 他是农民 从这个意思来看 现在我们是 菜农 种菜的 种菜的 农民 这些族 出家人都 故意 尊着 姓氏 官爷 大字 大 才说 大目尖 一见便知 在这个 古王进来 农民 是很辛苦的 都不会 很富裕 我们中国人 讲 靠天吃饭 人肯定是 老实 淳朴 人到世界来 出现在这个世界 从事这个工作 在夜深行业当中 他造的不善业少 善业慢慢在累积 这个善业是 种植这些农族 供养社会 与其大众 默默地在耕耘 人有这个习气 动物也有这个习气 他只想 把庄家种植好 每一天都想这段事情 所以 这个行业 可能他就好几世 都从事这个行业 因为他没想到改行 可能客观环境 也不虚苦 所以 佛书 一切法 重新下身 我们就能够理解了 出家的人 肯定 出家修行 成就 殊胜 大家看到了 一定很羡慕 啊 有几个成就 就会激发很多人 来学习 啊 所以 尊哲 这个名称呢 啊 就在 摩基尼上加个大字 区别 啊 这是大目几年对他尊称 啊 周朝时候 周朝八百祝货 都是小部落 印度 也佛如是 啊 释迦牟尼佛的父亲 过往 加皮罗为国的过往 啊 这个过在 现在 尼泊尔的境内 那 古籍都还存在 到印度朝圣 很多人一定会到那里看看 释迦牟尼佛出身的地方 啊 那个 国不大了 大概比现在一个县 还小 啊 像我们现在一个乡 一个镇 在那时候就是有小国 啊 大目几年的父亲 做过相互 啊 也就是过往的助手 啊 像现在的 这个这个 总理的身份一样 啊 嗯 从 据利陀树神 祈求得子 应 一 为名 啊 他从树神 啊 求求儿子 结果真的 生了个儿子 啊 所以就用 据利陀佛啊 做名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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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